在6月23日的WNBA常规赛中 由于自由人在主场巴克莱中心以98比88击败了洛杉矶火花 送给对手6连败 李月如这场比赛是他WNBA生涯中首次连续两场首发 但教练只给了他15分27秒的上场时间 打了个假首发 但小宝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全场五投四中 得到8分三篮板一助攻 尽管他的个人表现不错 但火花队整体实力不足 未能阻止连败的推势 第一节9分钟 小宝在内心强打对方中锋 没能靠身体顶开对手 在干扰之下出手偏了 8分钟时 李月如雪聪明了 不去跟对方较劲身体 背身接球后 直接选择翻身 略带后仰的跳投稳稳打进 技术还是很在线的 7分钟 小宝高位拿球侧印 一直准备向右侧传球 结果突然给到左侧切入的队友 以照声东击西 穿得相当漂亮 第二节6分钟 小宝从内线绕出来接球 三分线往前一步 空位坚决出手 远距离跳投命中 终于把投篮开发出来了 第四节9分钟 一整节没上场的小宝 又是在外线接球 在干扰之下依旧能够稳稳命中 手感相当的不错 8分钟 小宝篮下要球 作为单打运泪思库 接球衔接转身缓过防守 巨大的身高优势 让他轻松完成得分 网友看后纷纷说道 李月汝是首发里面打得最好的 教练却给了最少的时间 用心险恶呀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